业人小攀攀跟南投草屯夜市大亨江青梁 30号举行婚礼 婚礼遵循古礼以简单查验进行 包括立法院长王津平 白冰冰等政商跟演艺界名流 共一千多人到场祝贺 气氛隆重热闹 在穿着格格装的侍女带领下 小攀攀乘坐大红花轿进入会场 而婚礼主持人白冰冰的引领下 亲人遵循古礼进行婚礼 大家都来了 真的是谢谢柏芒之中周康 所来建政我们的同家旅言 谢谢 很感动 也很抱歉这样子劳烦大家 亲友好友 现在有起伴岸的 外面还有穿外面 油人车不能放上来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因为很多人有点多 对大家真实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扶证 小盘盘和南投夜市大亨江青梁 在两人共同打造的复古时代村 完成终身大事 现在他为家乡的发展 为个人事业的前途 一直在努力运动 然后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那现在又是能够成家 所以成家立业又立业又成家 可以说这是最值得大家向他祝贺的 不一定要走演艺圈 可是他演艺圈还是若寄若离 然后在财团里头服务做得也不好 我就想说希望他有一天 能够有个好的归宿 再一次祝贺他们双喜临闻 以茶宴代替传统伴桌方式举行 这对新人要将省下的婚礼筹备金 作为照顾弱势孩童基金 获得与会来宾的肯定和支持 新唐人亚台电视 陈汉昌林秋月 台湾南投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